你帮他来好吗 威京集团创办人沈庆金因为精华承案 再度被台北地检署提讯 他再度搭轮椅现身 这次用台北看守所 扒放的外套遮裂 一举一动都成为瞩目走点 上一次被提讯是六天前 沈庆金上次提讯同样搭轮椅现身 台北地检署以及台北地方法院都指出 沈庆金在这案件中获取200多亿的不法利益 并行贿应小微4000多万元 他闲前透过律师声称他健康状况不佳 要申请聚保停止积压 13号至今台北地院裁定还没有出炉 烦斗市北检在13号过后 已经两度针对行贿收贿等罪提讯他 而这天北检一整天分成上午跟下午提讯 一早第一班求车提讯同样再压的被告 前台北市副市长彭震生 罚警协助他下车 这一刻彭震生露出笑容 他被扣上手铐 缓慢跟着队伍往前走 正是彭震生第四度被提讯 跟侦办申请金涉案不同检察官 追的是徒利罪 回顾上一次被提讯是五天前 当时他同样穿着台北看守所的蓝色外套 透过外套遮挡被上铐的双手 彭震生警咬最后拍板的公文 是柯文哲所批的 强调是柯文哲交办才会演绎 北检为了理清内情 频频约谈以及提讯再压的被告们交叉比对说辞 25号这天 第四度提讯彭震生以及沈庆金 而直到24号 也四度提讯了台北市议员应扫威 另外柯文哲 则是已经累计了三次提讯 北检动作频频 几乎每一天都有约谈或是提讯 要拼在两个月积押期内 也就是最快十月底前侦查终结 东西新闻社会中心在台北报道